三孩政策来了 相关配套措施该如何跟上 儿童安全座椅录法 为孩子安全保驾护航 录营为什么成了年轻人休闲娱乐的新时尚 更多精彩 现在本期杂志天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开始来说一说三孩政策 节目9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提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 引发热议 我们来看财经杂志文章标题就是 三孩政策来了 低生育率将如何扭转 此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布 2020年出生人口是1200万 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是1.3 国际上通常认为 总和生育率1.5是一条警戒线 咱们这个1.3已经处于较低的生育水平 所以三孩政策落地那是顺理成章的事 那么三孩生育政策对于出生人口会有哪些影响呢 对此专家表示 从短期来看 生三孩的前提是已经要有二孩 而二孩家庭的基数本来就不大 所以短期效果不会那么明显 但从长期来看 三孩生育政策对于增加出生人口 那是绝对有效的 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做好三孩生育的配套支持措施 现在不少家庭是想生 他不敢生 就担心啊 生得起养不起教不好 影响生育 前三个因素呢 分别是经济负担重 婴儿无人照料 以及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 这些经济社会的因素 才是影响生育的毒点 所以呢 必须在脱幼教育医疗等方面 给他更进配套措施 加强税收住房等方面的支持 来完善生育保险制度 保障女性的合法权益 这样三孩政策 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 我国育林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呢 是1.8 可实际上刚才说了 只有1.3 这中间还有0.5个生育意愿 它没有释放出来 只要做好相应的支持措施 这生育潜力的就能够发挥 你想想这一次就提出 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 要配套衔接 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给一体考虑 人口专家梁建章就认为 应该创造一个生育友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 咱们国家是世界上最有资源去鼓励生育的国家 以前的投资啊 都是投资建房子建基础设施 现在呢就需要拿出一部分来投资 去投资后代鼓励生育 就是投资在人的身上 好 继续回来 最近公安部推出了一些新的交管措施 咱们先来说一说驾驶证电子化 从这个月起 天津 成都 苏州这三个城市 要试点发放电子驾驶证 驾驶员呢 可以通过统一的APP 在线来办理各项交管业务 如果这个试点顺利 那可能很快就会在全国来推广使用电子驾照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驾考 小型自动挡汽车考试发生了几个变化 那首先呢就是科目二受升 原先的科目二呀有五项内容 那现在呢删掉了其中的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 变成了四项 这样不但更贴近实际的驾车要求 也为考生减轻了负担 另外科目三也有一些变化 就是预约的间隔时间由原来三十天缩短到二十天 这就加快了考试的进程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交通事故证据查阅 按照一般的流程 查阅事故的证据材料需要到交管部门现场查阅 还要办理不少的手续 那就比较麻烦 这一次呢公安部要先在六个省事来试点 通过交管APP你可以在线直接查阅 这就给当事人呢省事了 不过查询证据再怎么方便 出了事故还是麻烦 所以啊咱们要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好 接着来说 前不久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正式实施 其中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 首次呢纳录到全国性立法 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可以降低交通事故当中 婴幼儿的死亡率 但现实生活当中啊 安全座椅的这个使用呢不太普遍 家长啊都是抱着孩子坐在后排 他们总觉得呢孩子有自个来抱着 万一发生的意外 也能第一时间保护好孩子 但事实上这种方式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有研究就显示啊 车辆碰撞的一瞬间 十公斤重的孩子会产生好几百公斤的力量 这家长啊很难抱稳啊 即便侥幸孩子没有脱手没有飞出去 但因为惯性 你家长的身体有压迫到孩子 撞到前排的座椅会造成伤害 所以啊家长这种错误的认知 就必须要揪偏 现在儿童安全座椅入法 可谓正当其实 他明确规定监护人 应该配备安全座椅 教育未成年人 要遵守交通规则等等 有了这种全国性的立法 这一方面能够提醒监护人 另外呢对于违法行为 咱处罚起来啊有法可依 当然了 关于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 还需要其他相关法律给它补充 让它更具有操作性 我们就期待儿童安全座椅入法 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让大家都重视起来 为儿童安全乘车 保驾护航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南都周刊 文章标题 北大数学教师爆红全网 这说的是图片上这一位 前不久啊 他手拿馒头和矿泉水 接受街头采访 有眼尖的网友就发现 他就是被誉为 城景论接班人的数学天才 韦东义 很快 关于韦老师的传说是刷爆了网络呀 韦东义的父亲是一位数学教授 受父亲影响 他从小啊就痴迷数学 高一 他录选数学奥林匹克国家集信队 在集训期间 要经历八场大考 每一场这个三道题 每一道题呢都要难 难出天际 而且呢 必须四小时之内完成 韦东义啊 每次啊 一个小时就搞定 他这解题的方法呀 比标准答案还要简洁完美 所有的教练都为之探服 那进到北大 他又拿遍了所有重量级的数学竞赛的金奖 美国哈佛大学为了挖他去读书啊 不惜打破百年的校规啊 就允许他不用考英语啊 直接来我们这读研究生 不过呢 韦东义没答应 他选择留在北大继续生造 前年他成了北大数学系的老师 虽然他在数学上是登峰造极啊 但在生活上呢 又简朴至极 经常是几个馒头 一瓶矿泉水就打发了一顿饭 套用孔子的话 闲哉为老师 一单石一瓢影 就能够创造传奇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图片 前不久 在武汉 一位妈妈下地铁 不胜 将两个月大的宝宝 调到了地铁和站台的夹缝中间 危急时刻 这小伙子啊 迅速跳进轨道 把宝宝救了上来 经过医院检查 宝宝没有大碍 多亏了小伙子眼疾手快 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 我们要为他点赞 游泳馆里 孩子们正在和一个海豚 亲密接触 小家伙啊 竟然是一点都不认生 这其实呢 是一只机器海豚 体型啊 大小啊 和真海豚啊都一样 表面皮肤呢 也是用医用硅胶给它制成的 接触感呢 很逼真 在未来 机器海豚 可能会取代真的海豚 在水族馆来表演 为动物保护的助力 接下来是党史天天读 在湖北武汉 吴运夺纪念馆 一尊铜像 微然耸立 上面六个大字 金光闪闪 把一切献给党 吴运夺祖籍 湖北武汉 1917年 出生在江西平乡 早年曾在安元煤矿当工人 1939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 他参加了新四军 被派到某修泄所 自此开启了他的兵工生涯 那时兵工生产条件 非常的简陋 他带领工人们 克服各种困难 为前方部队制造炮弹弹药 有一次他在修复炮弹 雷管突然爆炸 他的左手被炸掉四根指头 左腿膝盖和左眼都被炸伤 但他知道前方需要弹药 伤口还没有愈合 他又急匆匆回到兵工厂 在他的代理下 兵工厂成功研制出了 平射炮 枪流弹和各种地雷 为提高部队战斗力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吴韵多一生多次负伤 身上遍布一百多处伤痕 体内留有几十块的弹片 但他凭借顽强毅力 始终坚持战斗在 生产科研第一线 1951年9月30号 他作为特邀全国劳动模范代表 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周总理握着他的手说 你就是中国的宝儿可查经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吴韵多把一切献给党的精神 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员 继续来关注热点 前不久云南新修改了 奖励和保护建议勇为人员条例 将县级表彰的奖金基数 由原来的两千以上 修改为五千以上 而且上不封顶 一直以来建议勇为 是大力弘扬和褒奖的行为 他不仅在危及关头 挽救他人的生命财产 而且向全社会传递一种正能量 所以这种行为就值得被肯定 被保护 各地政府部门也出台了相应的条例 奖励保护建议勇为人员 不过这奖励的基数不高 而且还有上限 有的时候跟人们的付出 存在一些差距 无形当中有些令人失望 虽说人们建议勇为 是出于善举和正义 并不是为了奖励 但流汗流血又流泪的势力 其实并不少见 四川广安17岁的少年 救人溺亡 他的父亲为此奔波了好几年 就为了给孩子证明 尽管有法律规定 但建议勇为的人 常常面临定性难 举证难等等问题 所以进一步畅通救济渠道 帮他们解决问题就十分重要 这一次云南修订条例 不但提高了奖金的基数 还明确奖励上不封顶 这无疑是对一举的一种兜底保护 让好人有好报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 三年生活周刊文章标题 这么一夜之间都去露营了 如果要问现在最火的户外活动是什么 答案肯定是露营 在某社交平台上 以露营为关键词搜索 能跳出几十万条相关的内容 有教你如何扎帐篷的 有分享露营穿搭的 还有推荐这个露营必备好物的 总之吧 只要是配几张露营的照片 再加一段详细的描述 就能收获一大堆的点赞 就像标题说的 仿佛一夜之间 大家都去露营了 当然露营它分很多种 最简单的呢 就是一个人背个包 搭个帐篷就完成了 还有精致一点的 就需要准备一些五花八门的东西 像帐篷啊 折叠椅啊 炉子啊 这是基本的 更讲究一点的呢 从投影仪 浴室 到香槟 都得背齐了 就连赵明用的灯 也得轻条细选 比如 没有什么亮度 但很好看的 做旧的煤油灯 就让氛围感呢 十足 这说起来 人们为什么开始爱上露营呢 其实啊 就三个字 仪式感 人们借着露营的机会 走出城市 逃离办公室 带着家人朋友或宠物 回归到大自然 听江上之清风 赏山间之明月 享受那难得的轻松时光 而且呢 在这个过程中 还能和家人朋友 重新建立情感的链接 当然 最重要的是 要确保露营的安全 以及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 陶游那句话 就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露营 好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瑞词 答辩人 最近各大高校 都陆续完成了论文答辩 对大四的学生来说 能不能顺利毕业 就在此一举呀 想要顺利通过答辩 充足的准备 肯定是重要的 但偶尔也会碰到 回答不上来的问题 那有同学就说了 四五个老师 坐在你的面前 本来就紧张 再加上啊 有的提问呢 太犀利了 我那点学术水平啊 根本就招架不了 这个时候呢 有答辩人呢 就使出了三大招 就名嘴 点头 道歉 先名嘴是缓解尴尬 再对老师的意见呢 是频频点头 表示呢 认可接受 最后呢 再来这么一波道歉 表示今后一定努力改正 有人就开玩笑说 答辩答辩 疯狂道歉 实在不行 那就阿辩 要我说呀 打辩人 态度固然重要 但 争才实学 才是根本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 看天下文章标题 买盲盒 就是图个乐 真刺激 还得去开榴莲 他眼下呀 正是吃榴莲的季节 在一些超市的榴莲摊位前 常常围着一圈人 他们见证着榴莲被掰开的全过程 那感觉 俨然就像是开盲盒 在榴莲没有打开之前 你永远不知道 它究竟有几半肉 在网上 类似这样的开榴莲视频 那是越来越多 当中有惊有喜 比如有网友 买了一个超大的榴莲 还拿了一个大盘子 准备好装这个满满的果肉 结果一倒下去 只见果皮是不见肉 那真是开了个寂寞 还有的网友 一个小小的榴莲 居然能开出四五半榴莲肉 而且橙色饱满 那绝对是物超所值 开的榴莲多了 有人就总结出了一些哲理 说榴莲是不跟你讲道理的 你不抱希望的 可能反倒带给你惊喜 你以为是王者的 却是个青铜 根本就带不动 都说呀 失败是成功之母 这开榴莲跟开盲盒一样 很容易上瘾 买了一个不行 咱就买第二个 第三个 开开开 开个不停 为了开到心仪的榴莲 在网上还有不少的人 分享鉴定指南 教你如何找到那 饱满又多汁的榴莲 很多年轻人 平时连菜市场都懒得逛 现在呢 埋头在学刮果知识 从开盲盒到开榴莲 套用一句话 人类的本质就是呱呱乐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明天中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言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